美国众议院10号通过了关于向乌克兰提供大约400亿美元额外援助的法案 当地时间12号 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阻止国会参议院通过该法案 并要求修改法案 设置监察长监督乌克兰的开支 对于这项法案 兰德保罗警告说 我们不能通过破坏美国经济来拯救乌克兰 他指出 美国人正感受着通货膨胀带来的痛苦 而国会似乎只想通过尽快拿出更多的钱来加剧这种痛苦 据报道 由于在参议院受阻 该法案的通过时间至少会推迟到下周甚至更久 13号 今日俄罗斯报道称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当天表示 如果国会不能在19号之前通过向乌克兰提供约400亿美元额外援助的法案 将会影响美国向乌不间断提供军事援助的能力 不过 科比也提到 如果没有新的资金 对乌克兰的武器输送不会在20号立即停止 因为五角大楼目前仍有大约1亿美元 用于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支出授权 因此 仍有一些物资正在采购中 但他补充说 如果新的资金批准延期 五角大楼将因失去获取新物资的能力 而面临在一段时间内无所作为 上月28号 美国总统拜登致信国会 要求批准总额达330亿美元的2022财年紧急补充资金 以向乌克兰提供安全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 据报道 此次创纪录的约400亿美元援助规模 是在拜登此前提议的基础上 再增加约68亿美元 包括军事援助及人道主义援助 请不吝点赞 认教订阅 认教训